这件皮衣是文革前夕 我们团那个当过质保主任的杨琪 从内蒙古犯来的那批破皮衣中的一件 皮衣上沾着牛粪和羊奶甘子 散发着扑鼻的山气 杨琪贩卖皮衣 涉嫌投机倒靶 被洪太岳派民兵押送到公社派出所管教 皮衣被锁进大队仓库 等候公社前来处理 文革爆发 杨琪开始回家 跟着金龙造反 成为批斗洪太岳是最英勇的斗士 杨琪极力巴结我哥 妄想担当西门团红卫兵支队的副司令 遭到我哥的拒绝 我哥斩钉截铁地说 西门团红卫兵支队实行一元化领导 不说复职 我哥内心里瞧不起杨琪 杨琪张头鼠目 眼珠子咕噜噜乱转 满肚子坏水 属于流氓无产者一类 破坏性极大 只能利用 但不能重用 这是我哥躲在他的司令部里 与他的亲信密谈时说的话 是我亲耳听到的 杨琪眸直不成 情绪低落 勾结着所将寒六 撬开大队仓库 把他那匹提袄搬了出来 摆在大街上拍卖 风高雪猛 房檐下的冰挂 犹如锯齿獠牙 正是穿皮衣的天气 臀里的人聚集街头 翻动着那些肮脏的皮衣 羊毛脱落 耗子是滚出 心骚烂臭 污染了冰雪和空气 杨琪巧舌如簧 把一件件烂皮袄 说成皇上穿过的青球 他捡起一件黑衫羊皮的短袄 拍打着油腻的光板子 发出啪啪声响 听一听 看一看 摸一摸 穿一穿 一听如同铜锣声 二看如同铃锣段 三看毛色洒黑漆 穿到身上冒大汗 这样的皮袄披上身 爬冰卧血不绝寒 这样一件八成新的黑山羊皮袄 只要食物钱 跟白剪有什么区别 张大叔 穿上试试 哎呦我的个亲娘舅 这皮袄 简直是那蒙古裁缝 比量着您的身体做的 天一寸则长 简一寸则短 怎么着 热不热 不热 您摸摸脑门子 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还说不热 八块 八块不行 不是看在老街坊的面子上 十五块我也不卖 就八块钱 大叔 让我说您句什么好呢 去年秋天 我还抽了您两锅子汗烟 欠着您的人情呢 欠情不还 寝室不安 得了吧 九块钱 赔本大甩卖 九块钱 您穿走 回家先找条毛巾 把头上的汗擦擦 别闪了风赶了帽 就八块 八块五 我嚷嚷 您尝尝 谁让您大我一倍呢 换了别人 我一个大耳瓜子 把他扇到河里去 就八块 还碰上您这样的生骨角色 天王老子也没脾气 天王老子都没脾气 我阳气有啥脾气 算我输给您一玻璃管子鲜血 我是菱形穴 跟白球恩大夫一个血型 八块就八块吧 张老汉 这次你可欠下我的情了 点数着那几张黏糊糊的钞票 五块 六块 七块 八块 好 皮奥是您的了 快穿回家给老婶子看看吧 我担保您在家里做半个时辰 您家房顶上那厚厚的血就化了 远看您家房顶上热气腾腾 您家院子里 血水躺成了小河 您家房沿上那些冰林子 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 这件皮袄 小绵羊羔皮 瞧 外边还挂着段子表 这可是内蒙古最漂亮的 那个姑娘 贴肉穿过的小皮袄 把鼻子靠近袖袖 什么味 一股大闺女味 拦解放 回家去把你那个单干户 老爹的钱包摸来 把这件皮袄买回家 送给你那个重山姐姐宝凤 她要穿上这样一件小高皮 背着要箱子出枕 想想看 那是什么派头 漫天的飞雪 再距离她头顶三尺处就化了 这样的高皮 简直就是一个小火炉子 把鸡蛋包在里边 用不了一袋烟功夫就熟了 十二块钱 蓝姐放 看在你姐给我老婆 接过生的份上 这件小高皮 半家卖给你 换了别人 没有二十五块钱 连一根毛也拔不走 怎么 不想买 哈哈 拦截放 我一直把你当小孩 其实你也是大小伙子了 看看 嘴唇上冒出胡子来了 下边呢 男孩十七八 屌毛胡子一起扎 男孩十七八 鸡八如牛角 我知道你对皇家那对姊妹花有意思 但新社会新国家 一副一期是国法 互助合作 你只能选一 不可能同时取俩 如果是西门闹的年代 当然可以 西门闹一副三期 外边还有相好的 脸红什么 哦 牵扯到你娘了 没事没事 你娘也是受害者 你娘养大你不容易 我看 你就把这件小羊羔皮袄 买回去孝敬你娘吧 你娘是个善良人 想当年身为西门家的一太太 叫花子上门都是他亲自打发 出手大方 一次两个白面波波 这事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买给你娘 我则落落价 十块钱 小点声 别让他们听到 十块钱 跑着回家拿钱 我给你留住这件 小老弟 要是换上金龙那个杂种来买 我一百也不卖 什么支队司令 这是关着大门起国号 自己封自己 老子稀罕他那个破夫司令 老子自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横扫千军如卷席 人群外一声呐喊 红卫兵来了 我哥金龙在前熊啾啾 四大金刚两旁护卫气昂王 后边簇拥着一群红卫兵闹嚷 我哥腰问多了一件兵器 从小学校体育教师那里 正来的发令枪 肚孽的枪身荧光闪闪 枪身的形状像个狗鸡吧 四大金刚也都扎着皮带 用生产大队里那头刚刚饿死的 鲁犀牛的皮制成 生牛皮 半干不湿 带着牛毛 散着兴起 四大金刚的牛皮腰带上 悬挂着四支盒子枪 是我们村戏班子演戏用过的 是巧手木匠杜鲁班 用榆木雕刻而成 外面刷了黑漆 形象十分逼真 如果落到土匪手里 完全可以用来截到 孙龙腰问悬挂那支 后部被掏空 安装了一根弹簧 一根撞针 装上黄色火药制成的火帽 可以发出比真枪还要清脆的响声 我哥那支枪 使用火药纸 一勾板机 连发两响 在四大金刚背后 那些漏惠们 都扛着红鹰枪 枪头子都用砂轮打磨的增量 锋利无比 扎到树里 费很大的劲才能拔出来 我哥率领队伍 快速推进 大雪洁白 红鹰艳丽 形成一幅美丽图画 队伍距离洋气的烂皮货拍卖场所 约有五十米时 我哥从腰问拔出发令枪 对空击发 啪 啪 两股白烟在空中飘散 我哥下令 冲啊 同志们 一群红卫兵就端着红鹰枪 口喊沙沙 响声震云霄 路上的雪被踩成泥浆 发出扑吱扑吱的声响 转眼间就冲到眼前 我哥做了一个手势 红卫兵就把杨七和十几个想买皮咬的人 包围在核心 金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其实内心寂寞 很想加入他的红卫兵 他们神秘而庄严的行动 激动着我的心 尤其是四大金刚 那四只不可腔 尽管是假的 但十分神气 令我心痒 我求姐姐帮我向金龙转达 我想加入红卫兵的愿望 她对我姐说 单干户是革命的对象 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只要她牵着牛加入人民公社 我马上吸收她 并委任她为小队长 她的话声音很大 不用姐姐转达 我也听得清清楚楚 但入社尤其是牵着牛入社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因为自从那天 集市上出事之后 爹就没说过一句话 她的眼睛直直的 脸上的表情赤带蛮横 踢着把大砍刀 仿佛随时都要跟人拼命 牛被砍去半只脚 也变得痴痴呆呆 阴沉着眼睛 斜着看人 度负起伏 低沉乌叫 仿佛随时都会用那根独角 将人开膛破肚 爹和牛所居牛棚 成了大院里 一个无人赶进去的角落 我哥领着红卫兵 在院里天天折腾 敲锣打鼓 试验土炮 逗坏人喊口号 我爹和牛 似乎都充耳不闻 但我知道 只要有人 胆敢侵入牛棚 必将引出一场血案 在这种状况下 要我拉牛人设 爹答应了牛也不会答应 我跑到大街上 看杨气拍卖皮藓 实在是闲得无聊 我哥抬起胳膊 用发令枪指着杨气的胸脯 打着哆嗦命令 把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 四大金刚奋勇上前 用薄壳枪 从四个角度 抵着杨气的脑袋 起声喊 举起手来 杨气冷笑着说 爷们 弄了几块榆木疙瘩 来吓唬谁呢 有本事你们就搂火 老子甘愿壮烈牺牲迅河山 孙龙勾了一下板机 一声巨响 一股黄烟腾起 薄壳枪把子被震断 孙龙的虎口被震出了血 空气中弥漫着消黄气味 杨气突瘦惊吓 小脸干黄 半嗓 才打着牙巴骨 看着胸前棉衣上 被火药了出的窟窿 说 爷们 你们还动了真格的了 我哥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是暴力 杨气道 我也是红卫兵 我哥说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你是杂牌红卫兵 杨气还要争辩 我哥让孙家四兄弟 把他押回司令部批斗 然后又命令红卫兵 将杨气摆在路边草垛上的皮奥 全部没收 批斗杨气的大会连夜举行 院子里点上了一堆匹柴 匹柴是强迫村里的坏人 把自家的桌椅板凳劈碎送来 有许多珍贵的紫坛 花梨木家具就这样毁掉了 院子里每天晚上都点着篝火斗人 把房顶上的雪全都烤化了 地上流淌着乌黑的泥浆 我哥知道村里能征集的匹柴有限 突然心声一记 洗上眉梢 他曾经听屯子里闯过关东的虎巴脸冯居说 松把含油脂 鲜木头也能点燃 于是我哥就派红卫兵 压着屯子里的坏人 去小学校后面砍松树 一棵棵的松树 被屯子里那凉皮兽马拉着 拖到司令部外的大街上 豆阳七批判他搞资本主义 批判他辱骂革命小将 批判他妄图成立反动组织 拳打脚踢一顿 轰出大院 那匹皮傲 被我哥分发给职业班的红卫兵 自从革命朝起 我哥就一直和一一睡在原大队办公室 即现在的司令部里 四大金刚和十几个亲信了 会一直陪着他 他们在办公室里打了一个地铺 地铺上铺了卖街草和两张围席 有了这几十件皮袄 他们夜里就舒坦多了 让我们接着前面扔下的话头说 我娘披着一件大皮袄 犹如一个粮食盾子一动出来 那件羊皮袄 是我哥发给我姐穿的 因为我姐首先是红卫兵们的医生 然后才是臀里的医生 我姐孝顺 把这件皮袄给我娘预寒 我娘扑到我哥跟前 跪下 拖着我哥的脖子哭叫 我的啊 你这是怎么了 我哥满脸青紫 嘴唇干裂 耳朵上流浓躺穴 仿佛是个烈士 你姐呢 你姐呢 我姐去给陈大夫老婆接生去了 我娘哭嚎着 解放 好儿子 快去叫你姐姐回来 我看看金龙 看看那些群龙无首的红卫兵 心中涌起了一阵酸楚 毕竟我与她是一母所生 她耀武扬威 我有几分度 但更多的是感到敬佩 我知道她是个天才 她死了 是我不情愿的 我飞跑出院子 在大街上 往正西方向 集窜两百米 然后往北拐进一条胡同 集跑一百米 临近河堤 第一个院子 三间草屋 一圈土墙 就是陈大夫家的院落 陈大夫家那条 瘦骨灵丁的小公狗 对着我狂吠 我捡起一块砖头 猛地砸了过去 砖头砸中狗的腿 狗哭叫着 三条腿跳回家 陈大夫拖着一根 大棒糊糊地出来 谁打我的狗 我打你的狗 我横眉竖眼地说 一件是我 这个黑铁塔般的汉子 顿时软了 五官抬了架子 挤出一个暖昧模糊的笑容 他为什么怕我 因为他有把柄 抓在我的手里 他和黄桐的老婆 吴秋香 在河边的柳树 丛中弄事 被我看见过 吴秋香满脸通红 弯着腰跑了 连河边的洗衣盆 和棒锤都不要了 一件花格子衣服 顺着河水往下飘 陈大夫系好裤袋 威胁我 你要是敢说 我就砸死你 我说 只怕没等到你砸死我 黄桐就先把你砸死了 他马上软了 好言抚慰我 说要把他老婆的娘家侄女 说给我做老婆 我脑子里立马就浮现出了个黄头发 小耳朵 唇上沾着黄鼻涕的女孩形象 我说 呸 我才不稀罕你老婆那黄毛侄女 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也不会讨那样的丑老婆 嗨 小子 眼眶还挺高 但我非把这个丑丫头说给你不可 我说你找块石头把我砸死吧 他说 爷们 咱俩定个君子协定 你看到的是 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老婆的侄女 也不说给你当老婆 如果你违犯了 我马上就让我老婆带着她侄女 跑到你家炕头上坐着 我让那丑丫头说你已经强奸了她 看你怎么办 我一想 要是那又丑又傻的丫头 坐在了我家炕头上 口口声声地说我强奸了她 这事还真有点麻烦了 虽然俗言道 深正不怕影子邪 该是抹不到墙皮上 但这种事 又如何变得清楚 于是 我就与陈大夫定下了君子协议 时问长了 从陈大夫对待我的态度上 我误到他其实更怕我 所以我敢用砖头砸去他家的狗腿 所以我才敢对他那样蛮横地说话 我说 我姐姐呢 我要找我姐姐 爷们 她说 你姐姐正在给我老婆接生呢 我看着院子里 那五个阶梯般的鼻涕丫头 朝他道 你老婆真能 像母狗一样 一窝一窝地下 他刺着牙说 爷们 别这样说话 这样说话伤人心 你现在还小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我说 我没空与你磨牙了 我要找我姐姐 我对着他家的窗户大喊 姐姐 姐姐 娘让我来叫 金龙快要死了 这是屋子里传出响亮的阴体 陈大福火烧屁股般窜到窗前 大声问 什么什么 屋子里传出一个女人微弱的声音 带鸭靶的 陈大福双手捂着脸 在窗前的雪地里转几圈来 一边转一边哭 呜 一呜 老天爷 你这次开了眼了 我陈大福有了结绪香火的了 我姐姐凤凤霍霍地跑出来 着急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 金龙要死了 从平台上一头栽下来 就伸了腿了 我姐分拨开众人 蹲在金龙身旁 先伸出手指试试她的鼻孔 又摸摸她的手 然后摸摸她的额头 站起来 威严地说 快把她抬到屋里去 四大金刚 把我哥抬起来 往办公室走 我姐说 抬回家 放到热炕上 他们立即改变方向 把我哥 抬到了我娘的热炕头上 我姐斜着眼看皇家护主和合作 他们的眼里都饱含着泪水 他们的塞上都起了洞窗 他们的面皮都很白 紫红的洞窗 像熟透的樱桃一样鲜艳 我姐姐开我哥腰 问那条白天黑夜都不解的牛皮带 把皮带连同皮带上的发令枪扔向墙角 有一只出来看热闹的小耗子 被砸个正兆 尖叫一声 鼻孔流血而死 我姐把我哥的裤子往下退 露出了半个青子的屁股 成群的狮子熙熙攘攘 我姐皱着眉头 用镊子敲开安部 将药水吸进针管 然后 胡乱地戳到我哥屁股上 我姐给我哥连打了两针 又给我哥挂上吊瓶 我姐技术好 扎进脉一针见血 这时 五秋香端着一盆浆汤进来 要给我哥往嘴里灌 我娘用目光征讯我姐的意见 我姐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五秋香就给我哥灌浆汤 用一只汤池子往嘴里灌 她的嘴随着我哥的嘴巴开合而吸动 这是一种典型的母亲表情 我见过很多给小孩子喂食时的母亲 当孩子张开大口时 她的嘴巴一下意识地跟着张开 小孩子嘴巴咀嚼时 她的嘴也跟着咀嚼 这是真情流露 无法伪装 于是我就知道 五秋香已经把我哥当成她的孩子了 我知道五秋香对我哥我姐的感情比较复杂 我们两家人也是那种鸡毛半久才乱七八糟的关系 能让五秋香的嘴巴跟着我哥嘴巴吸动的 不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特殊关系 而是因为 她已经看出了她那两个女儿的心思 她也看到了我哥在这场革命中表现出的才华 她已经打定主意把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我哥 让我哥做她的成龙快雪 想到此 我心中一阵麻辣烫 早已不把我哥的死活放在心上 对无秋香 我一直没有好感 但自从发现她弯着腰从柳丛里溜跑之后 反而对她有了几分亲近之情 因为从那件事之后 她每次与我见面 脸上都会突然地红一红 眼睛躲避着我的目光 我注意到她腰肢灵活 耳朵很白 耳垂上有颗红质 她的笑声低沉 有雌性 有一天晚上 我在牛棚里帮我爹喂牛 她悄悄地溜进来 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鸡蛋 然后把我的头搂到她的胸部上揉搓着 低声说 好儿子 你什么都没看到 是不是 牛在黑暗中用脚撞柱子 牛眼如炬 她受了惊 把我推到一边 转身溜走了 我追寻着星光下她油滑的背影 心里涌起难言的感受 我坦白 吴秋香把我的头搂在她怀里揉搓时 我的小鸡巴硬了 我感到这是大罪 精神一直被此时折磨 我对黄护柱的大辫子颇为痴迷 由迷恋她的辫子 到迷恋她的人 我想如飞飞 希望吴秋香把刘分头的合作嫁给金龙 把大辫子的护柱嫁给我 但她很可能会把大辫子护柱嫁给我哥 尽管护柱比合作早出生不过十分钟 但早出来一分钟也是姐 要嫁自然是先嫁姐 我爱着吴秋香的女儿黄护柱 但吴秋香在牛棚里抱过我 用她的奶子揉我的脸 使我的鸡巴硬起来 我们俩已经不清不白 她绝不可能把女儿嫁给我感到痛苦 忧虑 醉疚 再加上跟着胡冰放牛时 从这个老流氓嘴里听到过的许多错误的性知识 什么是滴汗一滴血 是滴血一滴晶朗 什么男孩一旦射过金个头 就再也不会长了 五七八糟念头纠缠着我 我感到前途灰暗 看看金龙高大的身材 看看自己瘦小的身躯 看看护柱丰满高条的身躯 我绝望 连死的心都有了 当时我想我要是一头没有思想的公牛有多么好啊 当然 现在我知道了 公牛也是有思想的 不但有思想 而且思想还极为复杂 你不但考虑人事的事 还要考虑英文的事 不但考虑金事的事 还要考虑前事和来生 我哥大病出狱 面色灰白 支撑着出来领导革命 趁他昏迷不醒的那几日 我娘把他身上的衣裳包下来 放在开水里煮了 狮子被煮死了 但那件的确两美丽军装 却变得皱皱巴巴 仿佛被牛咀嚼后 又吐了出来 那顶尾军帽 褪色起皱 恰似一头烟牛的卵囊 我哥一见他的军装和军帽 成了这模样就极了 他暴跳如雷 两股黑色的血从鼻孔里喷出来 娘 你还不如杀了我利索 我哥看着他的军装军帽说 娘十分歉疚 面红耳赤 有口难辨 我哥发过脾气 被从中来 泪如泉涌 爬到炕上 用被子蒙着头 不吃饭不喝水 叫不打 患不应 连续两天两夜 娘从屋里走到屋外 又从屋外走到屋里 嘴巴上急出了一串串了泡 嘴里翻来覆去的念叨着 嗨 老糊涂了 嗨 老糊涂了 姐姐看不过去了 一把掀了被子 显出了一个形容枯稿 胡子扎煞 眼窝深陷的哥 哥 我姐气不吭地说 不就是一件破军装吗 难道为了这么一件衣裳 让娘为你上吊 哥坐起来 目光呆滞 长叹一声 未曾开眼泪两行 说 妹妹 你哪里知道这件衣服 对于我的意义 俗言道 人凭衣衫 马靠雕鞍 我能发号施令 押服坏人 靠的就是这件军装 姐说 事已如此 不可挽回 难道你趴在炕上装死 就能让那件军装复原 哥想了想 好吧 我起来 我要吃饭 娘听说我哥要吃饭 忙得团团转 擀面条 炒鸡蛋 香气满了院子 我哥狼吞虎咽时 黄护柱羞答答地进了门 我娘兴奋地说 闺女 虽说是一家院里住着 你可是有十年没进大娘的家门了 娘上上下下地端向着护柱 眼神里透出清热 护柱不看我哥 也不看我姐 也不看我娘 双眼盯着那件揉成一团的军装 说 大娘 我知道你把金龙哥的军装洗坏了 我学过裁缝 懂一点不料的知识 你们敢不敢死马当成活马医 把这军装交给我 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整好 闺女 我娘一把抓住护柱的手 眼里放着光说 好闺女 亲闺女 你要是能把你金龙哥的军装复了员 大娘我给你三贵九叩首 护柱只拿走了那件军装 那只伪军帽 被她一脚踢到墙角上的老鼠洞边 护柱走了 希望来了 我娘想去看看护柱用何妙法复原我哥的军装 但走到杏树就没有勇气再往前走 因为那黄童 在她家门口 用一把十字稿 劈里啪啦地劈一个老鱼树跟盘 木片横飞 犹如蛋片 更可怕的是 黄童那张小脸上 那副不音不扬的表情 她是屯里的二号走资派 温哥初起时被我哥修理过 现在已经靠边站 肚子里肯定窝着火 恨不得把我哥烧烤了 但我知道这次心里是矛盾重重 她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 惯于柴言观色 不会看不出她那两个宝贝闺女 对我哥的情谊 我娘让我姐去探听消息 我姐嗤之以鼻 我不太清楚我姐和黄家二女的关系 从黄护柱骂我姐那些咬牙切齿的话里 可以听出她们之间怨仇很深 娘让我去看一看 说小孩子脸皮厚 娘还把我当成小孩子 真是我的悲哀 我心里却也想知道 黄护柱用合法修复我哥的衣服 便避避隐隐地往黄家靠拢 但一看到黄童皮术根实那股邪劲 我的腿先自软了 第二天上午 黄护柱夹着一个小包袱到了我家 我哥兴奋地从炕上蹦下来 我娘嘴唇乱哆嗦 但说不出话来 护柱面色沉静 但得意的神情 从嘴角眉梢上一出 她将包袱放在炕上 揭开 显出叠的板板整整的军装 和平放在军装上的一顶新军帽 那军帽虽然也是用染黄的白布纺织而成 但做工精细 几乎可以乱真 尤其显眼的是 她用红龙线在军帽的前脸上 绣上一颗五角红星 她将军帽递给我哥 接着抖开军装 虽然还能看出一些皱痕 但基本上恢复了原状 她低眉垂眼 粉红着脸 抱歉地说 大娘主的时间太长了 只能恢复成这样了 天哪 这伟大的谦虚犹如重锤 猛击我娘和我哥的心脏 我娘的眼泪 咕咕嘟嘟地冒了出来 我哥情不自禁地 抓住了护主的手 他让他抓了一会儿 便慢慢地挣脱了 侧着身子坐在抗炎上 我娘掀开柜子 拿出了一块冰糖 用斧头砸碎 让护主吃 护主不吃 我娘就硬往人家嘴里塞 他含着冰糖 对着墙壁说 你穿戴上看看 有没有不合适的 可以戴 我哥脱掉棉袄 穿上军装 戴上军帽 砸上牛皮腰带 挂上发令枪 司令员又糊糊又生气 似乎比先前更显气派 他像一个裁缝 更像一个妻子 在我哥身前身后转着 顿顿衣角 扯扯领子 又转到面前双手挣挣帽子 有些遗憾地说 帽子紧了一点 但只有这块布料了 将就着吧 明年开了春 到县里扯了几尺细部 再给你缝一顶 我知道我彻底没戏了 自从与皇护主好上之后 我哥身上的野性 大大收敛 革命改造社会 女人改变男人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没有组织那种 拳打脚踢的批斗会 却组织了十几次 革命现代京剧演唱会 恍惚住一改 羞羞答答的做派 变得大胆泼辣 热情奔放 想不到他竟然有一条 那样好的嗓子 想不到他竟然能演唱 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 他唱阿庆嫂的唱段 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 他唱李铁梅的唱段 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 他们两人真是株莲闭合 一对金童玉女 我不得不承认 我对黄护柱的幻想 是癞蛤蟆对天鹅肉的幻想 许多年后 莫言那小子对我袒露心声 说他也对黄护柱有幻想 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不到小癞蛤蟆 也想吃天鹅肉 一时间 西门家大院里 胡琴与笛子合奏 南枪与女雕共鸣 革命的指挥中心 蜕变成一个文艺俱乐部 天天批斗打人 一片鬼哭狼嚎 初始还觉刺激 日久便觉心烦 我哥突然变换革命形势 令人耳目一新 众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喜气 惠拉胡琴的富农物园 被吸收进乐队 有过丰富的歌唱 惊艳的洪太岳 也被吸收进来 他敲打着那块光荣的牛胯骨 冲荡了乐队的指挥 那些在街上义舞清除积雪的坏人 也都一边缠雪 一边跟着大院里传出的音乐哼哼 新年前夕 我哥与互助顶峰冒雪 进了一趟县城 他们鸡叫二边就动身 第二天傍晚才回来 去时他们徒步 回来时 却乘坐着一台洛阳造 东方红牌练轨拖拉机 拖拉机马力巨大 本来是用来牵引梨花离地 或是牵引收割机割卖的 现在却成了县城红卫兵的交通工具 有了这样的交通工具 再大的风雪 再泥泞的道路也难以阻挡 拖拉机没有走那座摇摇玉他的石桥 而是从结冰的河道里驶过 翻过河堤 进入屯子 沿着屯中央的大道 飞快地驶向我们大院 他无牵无挂 挂着高档 家族游门 跑得飞快 强大的练轨压得雪泥四箭 车后留下两道深深的沟壑 车头上的烟囱里 一圈圈的清烟 强劲地冲上去 犹如一扇扇飞起的铜箔 旋转 碰撞 坑坑腔腔 记起一串串回声 吓得麻雀和乌鸦尖声惊叫 飞到不知哪里去 众人眼见着我哥和互助 从拖拉机驾驶时跳下来 然后又有一个面孔受削 神情忧郁的青年人跳下来 此人留着短促的平头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 塞上的肌肉不适抽搐 耳朵冻得通红 身着一套洗的发了白的蓝制服棉衣 胸前佩戴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象征 松松垮垮的 不是在大臂上 而是在小臂上套着一个红袖镖 一看这架势 就知此人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牌红卫兵 我哥让孙镖赶紧吹号集合群众 吹紧急集合号 其实也用不着吹号了 臀里的人 能走的都来了 围着拖拉机 眼睛不够用 嘴巴忙着 议论着力大无穷的庞然大物 有董行的人指点着说 这家伙 汗上的顶盖 装上门大炮就是坦克 天已擦黑 西边有晚霞 铜云一片 明天还将有雪 我哥紧急发令 点气灯点篝火 将有大喜事发布 下完命令 我哥又赶紧与那老红卫兵说话 黄护住跑回家 让他娘烧了两碗盒包蛋 邀请那人和始终坐在车里的驾驶员进屋吃蛋 白手谢绝 让他们进办公室取暖也不去 不知深浅的吴秋香 带领着黄河坐 断着热气腾腾的盒包蛋出来了 娇生拿情 像电影里的坏女人 老红卫兵拒绝 脸上有厌恶之情 金龙低声呵斥他们 快端回去 像什么样子 气灯出了问题 往外喷黄火 冒黑烟 篝火燃起来 火光熊熊 新鲜的松树枝干 滋滋地冒着油 散发着扑鼻的香气 我哥爬上平台 在抖动的火光中 情绪激昂 身材飞昂 宛如一只火灼了紧急的豹子 我哥说 我们在县城 受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常天宏同志的亲切接见 向他汇报了我们屯的革命形势 常副主任 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很满意 我哥说 常副主任委派县革委会政公组副组长 罗金涛同志 前来指导我们屯的革命工作 并宣布我们西门屯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 同志们啊 我哥大喊 连我们银河公社 都没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们屯的到先成立了 这是常副主任伟大的创举 是我们屯的莫大光荣 下边请楼组长上台讲话 并宣布名单 我哥跳下 想扶持那楼副组长上台 楼副组长拒绝上台 站在距篝火约有五米远的地方 半边脸灿烂 半边脸阴暗 从衣斗里掏出一张 折叠成方块的白纸 抖开 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念叨 自任命蓝金龙 为高密县银河公社 西门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 黄童 马良才为副主任 一团浓烟被风吹到 罗副组长面前 他躲闪着那烟 连任命的日期都没念 就将那纸递给我哥 说声再见 胡乱地与我哥握握手 转身就走 我哥被罗副组长的行动 搞得有些愣 一时无话可说 就那么咧着嘴 跟随着 看着那人跳上拖拉机 钻进驾驶室 拖拉机随即发出轰鸣 就地转圈掉头 向来路持去 在他身后 留下一个大坑 我们目送着拖拉机 看到车前那两盏电眼 射出两道强烈的白光 把我们的大街 照成一条明亮的胡同 车后的两盏小灯 宛如两只通红的狐狸眼睛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 第三天的傍晚 安装在杏树上的大喇叭 咔啦啦地响了一阵 突然放出了震耳欲聋的 东方红旋律 音乐完毕后 一个撇枪拿掉的女生 广播本县新闻 新闻的第一条 就是热烈庆祝本县 第一个村级革命委员会 迎合公社西门屯大队 革命委员会成立 他说西门屯大队 革委会领导班子 由蓝金龙 黄童和马良才同志组成 体现了三结合的革命原则 群众仰脸倾听 一个个默不作声 但从心里佩服我哥 年纪轻轻 就当了主任 不但自己当了主任 还拉扯着 即将成为老岳父的黄童 和一直与他姐姐 年年乎乎的马良才 当了副主任 又过了一天 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小伙子 背着一大捆报纸 信件 气喘吁吁地进了我们的院子 这是一个新来的游地员 满脸稚气 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神采 他放下报纸 信件 又从犹带里摸出一个方方正正 贴着挂号千条的小木盒子 递到我哥手里 然后他掏出本子和笔 让我哥签收 我哥手捧木盒 看他落款 对身边的护主说 是长副主任寄来的 我知道这长副主任 就是大教旅小长 这小子造反有功 当了县阁委会的副主任 主管宣传和文艺 他的这些事 是我哥对我姐唠叨时 被我听到的 我注意到了 我姐听我哥谈论小长时 脸上显出的复杂表情 我知道我姐对小长情深一切 但小长的飞黄腾达 为她的恋爱设置了障碍 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学院学生 和一个美貌的农村姑娘恋爱 也许还有可能 但一个二十多岁 就当了县级领导干部的人 和农村姑娘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无论她貌如西施 还是色彼缠绝 我哥当然也知道我姐的心事 我听到她劝我姐 你就实事求是一点吧 马良才起初宝皇 后来逍遥 但她为什么当了副主任 你难道不明白 常副主任的良苦用心吗 我姐执拗地问 是她安排了马良才当副主任 我哥点头默认 她的意思是让我嫁给马良才 我哥道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我姐说 她亲口对你说 让我嫁给马良才吗 我哥道 这还用她说吗 大人物的意思 难道还要明说 暗示一下 你自己领会 我姐说 不 我要去找她 她说让我嫁给马良才 我回来就嫁 谈到此处 我姐的眼睛里 已经饮满了泪水 我哥用一把锈剪刀 撬开了那个木盒子 揭开一层就报纸 两层白色封窗纸 一层黄色皱纹纸 露出一层红绸布 揭开红布 显出了一个如同 茶碗口大的辞质 毛主席大象章 手捧象章 我哥眼泪汪汪 不知是被象章 让毛主席的慈祥笑容感动 还是被小长的深情厚意感动 我哥捧着象章 让在场的人们瞻仰 气氛很神圣很庄严 轮番瞻仰完毕 我的准嫂子黄护主 小心翼翼地将象章 别在我哥的胸脯上 象章分量沉重 把我哥的军装挂子 追得下垂 春节前夕 我哥他们排演了 全部的红灯记 铁眉自然是护主 如前所述 她的大辫子 正好派上了用场 李玉和原是我哥 因我哥嗓子到了仓 唱出来仿佛猫叫 只好把这个主角 让给马良才 凭良心而论 马良才比我哥 更像李玉和 我哥当然不愿扮演揪山 更不愿扮演王连举 只好扮演了 那个跳车 送密电码的交通员 出场一次就壮烈牺牲 为革命牺牲 倒也和我哥的脾胃 其他的角色 被那些年轻人 一抢而光 在那个冬天里 屯子里的人 对演戏发生了浓烈兴趣 每晚排练 在革委会办公室里 气灯白亮 屋子里人挤人 连凉头上都坐着人 许多看热闹的 趴在窗户上 趴在门缝上 往里瞅 刚瞅几眼就被后面的人 扯到一边去 合作也争了一个角色 演铁梅家的邻居贵连姐 墨言天天 黏在金龙屁股后边 哼击着要角色 我哥吼他 滚蛋 别来捣乱 墨言八 眨着小眼说 司令 给个脚吧 我有表演天才 说着就在雪地上拿大顶 翻跟斗 我哥说实在没有角色了 墨言说 加个角吗 我哥想了想 说 那就当小特务吧 李奶奶是主角之一 有大量的台词 大段的唱腔 没文化的姑娘 难当重任 算来算去 只有我姐可担当 但我姐态度冷淡 一口回绝 屯子有个男子 圣天花落了满脸疤痕 姓张鸣有才 嗓子极其洪亮 自告奋勇扮演李奶奶 被我哥一口回绝 但他的嗓子实在好 热情又极其高 富有文艺才能的 马良才副主任 与我哥商量 主任 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只能保护不能打击 我看就让他演田大妈吧 于是就让他演田大妈 田大妈有四句唱词 穷不帮穷谁帮穷 两个苦瓜一根腾 帮助姑娘脱风险 逃出虎口奔前程 他一开口 几乎把房盖掀了 窗户上的白纸被震 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奶奶的人选没着落 看看年关将近 正月里就要演出 长副主任打来电话 说很可能会来指导排练 扶植我们屯 成为普及革命样板系的典型 我哥既兴奋又焦急 嘴上起了窗 嗓子更哑了 我哥又动员我姐 说了长副主任要来指导的事 我姐眼泪涌出 哽咽着说 我演 从文革初起 我这个小单干户 就感到备受冷落 屯子里那些觉得瞎的 都参加了红卫兵 但我不是 他们闹革命 闹得热火朝天 我只能热眼旁观 那年我十六岁 正是上天入地 翻江倒海的年龄 被生生地打人另策 自卑 耻辱 焦虑 嫉妒 渴望 梦想 多少种感觉会聚心头 我曾鼓足勇气 厚着脸皮 向于我有深仇大恨的西门金龙求情 为了加入革命洪流 我低下了高贵的头 他一口就回绝了我 现在 西班的诱惑 让我再一次低下高贵的头 金龙从大门西侧那个 用玉米戒子做屏障的 临时公共厕所出来 双手扣着裤扣 脸上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 白雪覆盖的房顶 吹烟鸟鸟上升 墙头上羽毛华丽的大公鸡 和羽毛朴素的老母鸡 夹着尾巴跑过的狗 场面朴实又庄严 正是说话的好时机 我急忙迎上去 挡住他的去路 他吃了一惊 历声道 你想干什么 我张口结舌 耳朵发烧 哼击了半天 从牙缝里 艰难地挤出一个鸽子打我 跟着爹单干后 这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 我吱吱呜呜地说 哥 我想加入你的红卫兵 我想演那个叛徒王连举 我知道这个角色没 人愿演 人们宁愿演鬼子 也不愿演叛徒 他眉毛上扬 把我从头看到脚 又从脚看到头 用极面式的口吻说 你没有资格 为什么 我急了 说 为什么连吕兔子和成小头 都可以演鬼子兵 为什么连莫言都可以演小特务 我反倒没有资格 吕兔子是雇农子弟 成小头的爹 被还乡团活埋了 莫言家虽是中农 但他奶奶掩护过八路军商病原 你是单干户 知道不 哥说 单干户比地主富农还要反动 地主富农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单干户却公然地与人民公社对抗 与人民公社对抗 就是与社会主义对抗 与社会主义对抗 就是与共产党对抗 与共产党对抗 就是与毛主席对抗 与毛主席对抗 就是死路一条 墙上的雄鸡 撕肝裂胆地长提一声 吓得我几乎尿了裤子 哥四下里看看 见远近无人 压低了声音对我说 平南县也有一家单干户 运动出起时 被贫下中农吊在树上活活打死 家庭财产全部充公 你和爹如果不是我变相保护 早就命丧皇权了 你把这事悄悄跟爹说 让他那鱼木脑袋开开缝 抓紧时间 牵牛入社 融入集体大家庭 让爹把罪行全部推到刘少奇头上 受蒙蔽无罪 反个一击有功 如在执迷不悟 顽抗到底 那就是螳螂挡车 自取灭亡 告诉爹 让他游街示众 那是最温柔的行动 下一步 等群众觉悟了 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革命群众 要把你们俩吊死 我也只能大一灭青 看到大杏树上 那两根粗枝了吗 离地约有三米 吊人再合适不过 这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 一直找不到机会 现在我对你说了 请你转告爹 忍了设天宽地阔 解答欢喜 忍欢喜牛也欢喜 不如设寸不难行 天怒人怨 说句难听的 你如果继续跟着爹单干 只怕连个老婆也找不到 那些瘸腿瞎眼的 也不愿嫁给一个单干户 哥一席长谈 让我胆战心惊 用当时流行的话说 是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 我望望杏树上那两根 向东南方向伸展开的粗枝 脑海里立即浮现出 我与爹两个蓝脸被掉在上边的凄惨景象 我们的身体被拉得很长 在寒风中悠来荡去 拖了水 失去了大部分重量 犹如两根干瘪的大丝瓜 我到牛棚去找爹 这里是他的避难所 也是他的安乐窝 从那次在高密东北乡历史上 留下了浓重一笔的集市油豆后 我爹几乎成了哑巴 呆瓜 爹才四十多岁 已经满头白发 爹的头发本来就硬 变白后更硬 一根根直竖着 像刺猬的毛 牛站在槽后 低着头 缺了半只脚 微风大剪 一里阳光照耀着牛头 使他的眼 像两块忧伤的水晶 深深的紫色 润得让人心痛 我家那头性情猛烈的公牛 变成了另外一头牛 我知道公牛去世后 性情会大变 我知道公鸡被拔光灵毛后 性情会大变 没想到砍断一只脚后 公牛的性情也会大变 牛看到我近棚 瞅我一眼 目光变低了 似乎他已经看穿了我的心事 爹坐在牛草旁边的一个草墩子上 背靠着一条装满古草的麻袋包 双手抄在棉袄绣筒里 正在闭目养神 一缕阳光 也恰好照在他的脸上和头上 白头发有些发红 发间有一些麦草固 仿佛他刚从麦草堆里钻出来 他的脸 红旗基本退近 只有边角上残留着一些星星点点 那半边蓝脸又现显出来 颜色更加深重 如同电青 我摸摸自己脸上的蓝质 感觉如同摸着一块粗糙的皮革 这是我丑陋的标志 又是人们称呼我小蓝脸时 我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渐渐长大之后 如果谁再敢称我蓝脸 我就会与谁拼命 我曾听人说 正是因为我们的蓝脸 我们才单干 而且还有人说我们也俩 白天躲着不见人 到了晚上才出来耕作 我们确实有过几次 借着明月光下地劳动的经历 但那与我们脸上的蓝质无关 这些人把我们单干 归结为因为我们的生理缺陷 导致的精神变态 这是放屁 我们单干 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 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 金龙的一席话 动摇了我的信念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那么坚定 我跟爹单干是图热闹 现在更大的 更高级的热闹在召唤我 当然 哥所说的平南县 单干活的悲惨下场 也让我胆寒 那两根杏树枝 还有 更让我忧虑的 是哥所说的女人的事 完全正确 哪怕是一个瘸腿瞎眼的女人 也不会嫁给单干户 何况我还是一个蓝脸的单干户 我甚至有点后悔 跟着爹单干了 我甚至有点恨爹闹单干了 我厌恶地盯着爹的蓝脸 却早得恨爹 不该把他的蓝脸遗传给我 爹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应该结婚 结了婚也不应该生子 爹 我大声喊 爹 爹 爹缓缓地睁开眼睛 直瞪着我 爹 我要入社 爹显然早就知道了我的来意 因为他的脸上 根本看不出表情变化 他从怀里摸出烟锯 撞了一锅烟 叼在嘴里 用火石和火帘打出火星 见到高亮感谢做成的火煤上 吹网 点着烟 巴达巴达 猛吸几口 两股白烟 从他的鼻孔里 直直地喷出来 我要入社 我们牵着牛 一起人社吧 爹 我受够了 爹猛然睁大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你这个叛徒 要人 你自己入去 我不入 牛也不入 为什么 爹 我委屈又懊恼地说 天下大势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平南县那家单干户 在运动初期 就被革命群众 吊在树上打死了 我哥说 他拉你游街 是变相保护你 我哥说 下一步 斗臭了地 富 反 坏 走资派 就要斗争单干户 爹 金龙说了 大兴树上的两根粗树拳 就是替咱们俩预备的啊 爹 爹将烟袋锅子 放在鞋底上磕磕 站起来 抓起筛子 喂牛筛草 我看着他微驼的背 和那断褶红色的粗状脖梗 悠然一起很小的时候 骑着他的脖子 去集市上买柿子吃的情景 我心中一阵酸楚 动情地说 爹 社会变了 陈县长被打倒了 给咱们开户身负的那个部长 肯定也被打倒了 咱们再坚持单干 已经毫无意义 趁着金龙当了主任 咱赶紧入社 寄给他脸上增了光 咱自己也光彩 爹闷着头筛草 根本不理我的茬 我渐渐地脑上来 说 爹 怪不得人家说你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对不起您了 爹 我不能陪着你一条死路走到黑 你不为我着想 我要自己就自己 我大了 要闯社会 娶老婆 走光明大道 你好自为之吧 爹将筛子里的草倒进牛草 摸摸牛那只断脚 转过脸 看着我 他脸上很平静 和缓地对我说 解放 你是我的亲 爹当然希望你好 眼前这形式 爹也看透了 金龙这小子 胸膛里那颗心 比石头还硬 血管里的血 比蝎子尾巴还毒 为了他的革命 他什么都能干出来 爹仰起头 在光线中瞇着眼 困惑地说 老掌柜的心地良善 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 歹毒的儿子呢 爹眼里有了泪 说 咱们有三亩二分地 分给你一亩六分 你带着去入社 这巨木梨 是土改时 分给我们家的胜利果实 你也扛走 那一间屋子 归你 你把能带走的都带走 人社后 愿意跟你娘 他们合伙就去合伙 不合伙你就单挑门户 爹什么都不要 只要这头牛 还有这个牛棚 爹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带着哭腔喊 你一人单干下去 到底有什么意义 爹平静地说 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就是想吐个清静 想自己做自己的主 不愿意被别人管着 我找到金龙 对他说 哥 我跟爹商量好了 人设 他兴奋地将双手 攥成拳头 在胸前碰了一下 说 好 太好了 又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伟大成果 权限唯一的单干户 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特大喜讯 我们要向县格委会报喜 但是爹不加入 我说 我一个人 带着一亩六分地 扛着那巨木梨 还有一盘楼 怎么搞得 金龙的脸阴沉下来 冷冷地说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爹说 他没想干什么 他就是一个人清静惯了 不愿意听别人之派 简直是个老混蛋 搁将拳头猛地 雷到那张破旧的 八心桌子上 差点没震翻桌上的墨水瓶 黄护柱安慰道 金龙 你不要着急 我怎能不急 金龙低声道 我远准备春节前 向常妇主任 向县格委会献上两分厚礼 一份是我们囤子 排成了红登记 一份是我们消灭了 全县唯一 也许是全省 全国唯一的单干户 红太月没做到的 我做到了 这样 我上上下下都树立了微信 可是 你入他不入 等于还是留下一个单干户 不行 走 我跟他说 金龙气冲冲地走进牛棚 这也是他多年没踏足之地 爹 金龙说 尽管你不配我叫爹 但我还是叫你一句爹 爹白白手说 别叫 千万别叫 我担当不起 蓝脸 金龙说 我只说一句话 为了解放 也为了你自己 你们俩一起人设 我现在说了算 入社之后 绝不让你干一天重活 如果轻活也不想干 那您就歇着 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该想点轻浮了 我没有那福气 爹冷淡地说 你爬上平台 往四下里旺旺 金龙说 您旺旺高密县 旺旺山东省 旺旺除了台湾之外的 全国二十九个省 市 四治区 全国山河一片红浪 只有咱西门屯有一个黑点 这个黑点就是你 我珍他娘的光荣 全中国的一个黑点 爹说 我们要抹掉你这个黑点 金龙说 爹从牛草下摸出一条 沾着牛粪的麻绳子 扔在金龙面前 说 你不是要把我 掉到杏树上吗 请吧 金龙猛地往后一跳 仿佛那不是一条绳子 而是一条毒蛇 他呲牙咧嘴 双手攥成拳头又松开 双手插到裤兜里 又拔出来 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只烟荡的主任后 他开始抽烟 用一个金黄色的打火机点燃 他猝着眉头 显然是在思考 他思考一会儿 将烟头扔在地上 用脚碾碎 他对我说 你出去 解放 我看看地上的绳子 看看金龙瘦高的身体 和爹粗壮的身体 盘算着这两个人动起手来 谁胜谁负的问题 以及一旦他们打起来 我是袖手旁观 还是出拳相助 以及如果出拳相助 我应该住谁的问题 有什么话你就说 有什么本事 你就使出来 爹说 解放不要走 就在这里看着 听着 那也好 金龙说 你以为我不敢 把你掉到杏树上吗 你敢 爹说 你什么都敢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金龙说 我是看在娘的面子上 放你一马 你不人设 我们也不强求 从来就没有无产阶级 向资产阶级求情的事 金龙说 明天 我们就召开大会 欢迎兰姐放人设 土地要带上 木梨带上 楼带上 牛也要带上 我们要给解放 披红带花 给牛披红带花 那个时候 这牛棚里 只剩下你一个人 外边敲锣打鼓 鞭炮齐鸣 面对着空了的牛棚 你心里会很难受 你是重盘亲离 老婆与你分居 亲生儿子也离你而去 唯一不会背叛你的牛 也被强行拉走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你 金龙踢了一脚那条绳子 看一眼牛棚上的横梁说 我要是你就把绳子 搭到梁上 自己把自己吊死 金龙抽身而走 你这个歹毒的杂种啊 爹跳了一下 骂一句 便颓然地伪在 牛草前的草堆里 我心中涌起无限的酸楚 金龙的歹毒 让我感到惊心动魄 我突然感到爹非常可怜 而我的背气又是那么可耻 简直是为虎作娼 助纣为虐 我扑到爹身前 抓着他的手 哭着说 爹 我不入社了 我宁愿打光棍 也跟你在一起 单干到底 爹抱着我的头 呜咽了几声 然后便把我推开 爹擦擦眼睛 把腰杆子挺直 说 解放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说出口的话就不要收回 你去人社吧 离扛走 楼扛走 牛爹望了一眼牛 牛也正望着 爹你也拉走 爹 我惊叫着 你真要按他指的那条路走 放心吧 儿子 爹呼地从古草中站起来 说 谁指的路 爹都不走 爹走自己的路 爹 宁可千万不要上吊 怎么会呢 爹说 金龙还是有几分良心的 他完全可以组织人把我弄死 像平南人弄死他们的单干户一样 但他心软了 他希望我自己死 我一死 这个全县 全省 全中国的黑点就自行抹掉了 但是我偏不死 他们要弄死我 我没法子抗拒 但想要我自己死 那是痴心妄想 我要好好活着 给全中国留下这个黑点 我带着一亩六分地 一张梨 一架楼 一头牛 加入了人民公社 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 院子里鞭炮齐名 锣鼓喧天 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 在硝烟和纸蟹中 抢夺那些截了性子的鞭炮 莫言误把眉截性的鞭炮抢在手里 一声响亮 虎口阵裂 呲牙咧嘴 活该活该 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 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 漠然涌上心头 我回头望了一眼爹 心中颇为不忍 爹坐在那堆扎碎的骨草里 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 我忧心忡忡地说 爹 您千万要想开啊 爹对着我 厌烦地挥了两下手 我走进阳光中 把爹留在黑暗里 护住将一朵纸杂的大红花 挂在我的胸前 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他的脸上散发着 葵花牌雪花糕的香气 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 挂在半截牛角上 牛摆了一下头 指花被甩落在地 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 牛要抵人了 他转身就跑 扑进我哥的怀里 我哥冷着脸将他推开 静止走到牛前 拍拍他的脑门 摸摸那根完好的脚 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脚 牛啊 你走上光明大道了 我哥说 欢迎你 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 似乎是火焰 但其实是泪花 我爹的牛 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 微风尽湿 温顺如猫了 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 我哥的红卫兵组织 并在红灯记中 扮演了王连举 每当李玉和义正慈严地 斥责我 你这个叛徒时 我马上就会联想到 爹对我的斥责 我越来越感到 我的入社 是对爹的背叛 我非常担心 爹一时想不开 寻了短见 但爹没有悬梁 也没有跳河 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 睡在了牛棚里 他在牛棚的角落里 垒了一个土灶 用一个钢盔全冲铁锅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 没有牛拉里耕田 他就用折头刨地 一个人无法使用 那辆独轮车 往地里运粉 他就用扁带箱搬运 没有楼播种 他就用小区刨出沟 用葫芦头 做成播种器点播 从1967年至1981年 我爹那一亩六分地 像一枚眼中钉 如一根肉中刺 插在人民公寿 广阔的土地中央 我爹的存在 既荒诞又庄严 既令人可怜 又让人尊重 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 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太月 还动过几次消灭 最后一个单干货的念头 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 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 扔到他的面前 说 把我调到大杏树上吧 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设 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 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线的典型 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线的典型 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 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 先是他与我姐日夜期盼着的小长 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 不久后又传来小长 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被撤职的消息 小长一倒 我哥的靠山就倒了 清明过后 东风渐起 阳光和暖 阳气上升 向阳处的积雪融化殆尽 倒入翻江 遍地泥泞 河边的柳树开始泛绿 院子里那棵大杏树上 也显出了花的微弱信息 在这些日子里 我哥焦躁不安 如同一只关锦笼中的豹子 在院子里上蹿下跳 杏树上那个木板高台 是他停留最多的地方 他站在那上边 依靠着黑色的树叉 一只接一只的吸烟 因为过两吸烟得了喉眼 便不停地咳嗽 清理喉咙 并毫无教养地网树下土壇 有如一滩滩鸟屎从天而降 我哥的目光 弥马而空洞 我哥的神情 寂寞而惆怅 我哥的处境 孤独而可怜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 我哥的处境愈加艰难 他还想继续排演他的革命大戏 但群众已经不听指挥 几个出身赤贫的老农 对着待在杏树上抽烟的我哥说 金龙司令 您是不是该安排一下农活了 人无地义时 地物人一年 工人闹革命 国家发工资 农民要活命 只能靠种地啊 说话间 就见我爹跳着两篓筐牛粪 从大门口走出去 新鲜的粪味 在初春的天气里 让农民们精神振奋 种地也要种革命的地 不能只顾埋头生产 不看革命路线 我哥将嘴角的烟头吐掉 从杏树上一跃而下 落地是没有战老 狠狠地跌了一跤 老农们上前将他扶起来 他呲牙咧嘴 推开那些老人的手 说 我马上去公社阁委会接受指示 你们都静候着 不要轻举妄动 我哥换上了一双高铜雨靴 准备蹬着泥浆路去公社 行前 他站在大院墙外内的临时厕所李小姐 与正在那里的杨栖 不弃而喻 因为那批杨皮凹的事 杨栖与我哥结下了仇 但表面上 杨栖还是笑嘻嘻的 西门司令官 这是去哪里 看您这打扮 不像红卫兵 倒像日本宪兵 杨栖笑嘻嘻地问我哥 我哥捏着生殖器 抖着 鼻孔里吃哼了一声 表示他对杨栖的极端蔑视 杨栖依旧笑嘻嘻地说 小子 你的靠山倒了 我看 你也蹦跋不了几天了 知趣点 把位子让出来吧 让给懂生产的人 唱戏 唱不出窝我头来 我哥冷笑一声 道 我这个主任 是现阁委会直接任命的 要撤我也得现阁委会撤 公社阁委会都没有这个权利 也是何当有事 正当我哥气势汹汹地 对杨栖说话时 他胸前那枚巨大的陶瓷像张 挂钩脱落 掉进茅坑当中 我哥正了 杨栖愣了 等我哥清醒过来 慌忙想跳下茅坑落像张时 杨栖也清醒了 他一把揪住我哥胸前的衣服 大声嚷叫着 抓反革命啊 抓现行反革命啊 我哥与村里那些地 富 返 坏和走资派洪太岳等人一起 成了劳动管制对象 我人寿后 被安排在大队饲养棚卫生口 原来的饲养员方六大爷 和行满师方分子胡兵 成了我的师父 饲养棚里集中 饲养着全大队的牲畜 有黑色的虾马一匹 原是军马 瞎眼后退役 屁股上的烙印 可以证明他的军马身份 有灰螺子一头 性情暴躁 喜欢咬人 与他打交道 必须时刻提防 这一马一螺 专门拉囤里 那辆胶皮咕噜大车 剩下的全是牛 共有二十八头 我家的牛 因为出来炸倒 没有槽位 只好在马槽与牛槽之间 临时为他支起 半片汽油桶泉冲槽子 当了饲养员 我把铺盖从家里 搬到饲养棚那铺大炕上 我终于离开了这个 让我爱恨交价的大院子 我搬到饲养棚去睡 也是为爹疼地方 自从我宣布入社之后 爹就一个人睡在牛棚里 牛棚虽好 毕竟是牛棚 房屋再破 毕竟是房屋 我对爹说 您搬回屋里去睡吧 我还说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那头牛 饲养棚里有大量的碎草 那铺炕 被烧得像烙饼的奥子一样滚烫 方六大爷的五个儿子 跟着他在大炕上睡 方家贫寒 没有被子 五个儿子 赤条条五根肉棍 满炕打滚 天明的时候 我的被窝里 竟然钻进了两个光定孩子 炕太热 烫得皮肉生痛 我翻来覆去 壮如烙饼 月亮从破窗户照进来 照着满炕的光定小子 他们也打滚 但他们在打滚中 憨声如雷 方六大爷的憨声古怪 犹如一台鸡毛磨土的风箱 发出干涩枯燥的声音 胡冰睡在大炕镜头 他紧紧地卷着一个背头 防止方家小子们侵入 这人古怪 连睡觉时都带着风镜 月亮照在他脸上时 嘴光闪闪 犹如毒蛇 半夜时 马和罗子不停地谈蹄子 喷响鼻 罗子向下的铜铃 发出清脆的声响 方六大爷的憨声停止 一个滚爬起来 顺便拍了拍我的脑袋 大声说 起来 喂牲口 这是第三次添加草料 马不得叶草不肥 牛不得叶草不壮 我跟随着方六大爷 披一下炕 看着他点亮灯盏 跟着他进入牲口棚深处 罗子和马兴奋地摇头晃脑 握在篮里的牛 也一个个地站起来 方六大爷为我示范 其实根本用不着他为我示范 我多少次见过 我爹给我家的驴和牛 添加叶草的情景 我抓起筛子 先为罗马筛出谷草 倒入槽中 罗马拱动着草